有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感覺 是 梁敏靜雖然好聽 但是你還是有了你的實力在 來 敏靜 兩個人今天又再度 下路相逢 女人的戰爭 對 我們先聽評審如何講評 來 丁曉雯老師請 那今天這個歌 我還是覺得表現的是 在妳的水平之上 只是我們之前 一直在叮嚀妳的喚氣聲 是真的比較大 另外就是 今天這個歌我覺得 唱得是可圈可點 其實沒有太大的瑕疵 但我想要跟妳考論一個事情 一個角度的問題 因為這個歌原來是男生歌 所以妳唱到副歌的時候 這個歌的力度妳就在推 它變得比較壯 但是以妳的音色來唱 這麼壯的歌我會覺得 有的時候會感覺到 有一些語句有一點點兇 妳有沒有思考自己的方式 可以怎麼樣詮釋這個歌 這個是給妳出一個功課 謝謝老師 許錦森老師請 嘉蓁老師今天聽到妳唱歌 真的很高興 因為妳真的成熟了 從以前我聽妳演唱到現在 那嘉蓁妳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好聽有了 經驗度有了 那麼對觀眾來說 我們到底是以欣賞的角度 還是以共鳴的角度 這是有一點不一樣的角度 這首歌真的是男歌 所以男歌在文字上面 是給了妳很多不一樣的線索 妳要挑男歌 而且不是妳對於抒情歌 情歌 原本很擅長的方式 但是妳必須從妳的個性裡 妳的詮釋裡面去找到一個 屬於妳自己可以做到 並且成立的東西 所以一個好的歌手 我覺得後來我會聽什麼 我聽妳的穩定度 聽妳們的個性 聽妳們的品味 我看妳們的氣質 OK 所以妳們要從這裡面 再去繼續加油 OK 兩位都很好 謝謝 謝謝老師 好 今天的臉 梁敏盡是唱出90.4分 來挑戰衛冕者蔡家蓁 蔡家蓁能不能過關呢 這是13關脈入第14關 懸崖能唱出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這週表現得可圈可點的家蓁 是否可以穩住她的寶座呢 分數很快來到了89.8 89.9 90了 越來越靠近了 90.1 90.2 90.3 還有沒有 幫佳蓁加油一下 有沒有 90.4 90.4 還有沒有 90.4分 恭喜 兩個都一樣好 又卡關了 恭喜 我是恭喜妳 謝謝瓜哥 妳當然要恭喜她卡關沒有被打掉 但妳也很厲害了 是的 都有進步 來 我們回顧今天的總整理 這段週也有兩位並列冠軍 也就是代表蔡家蓁是卡關的 蔡家蓁90.4 兩名進90.4並列第一 可以各分1萬塊獎金 好 更感謝我們現場所有觀眾朋友 給我們的鼓勵 謝謝你們今天的大家光臨 同時也謝謝我們辛苦又專業的 No.1評審團 謝謝 謝謝老師 辛苦 同時要謝謝 用生命伴奏的孔鏘大樂隊 謝謝 謝謝老師 更感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給我們的鼓勵 也別忘了每個禮拜六的晚間8點 鎖住民視 收看 台灣那麼旺 親台卡位站 下週見 拜拜 謝謝